你好,我是安迪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时间的简史 这是第二个视频 在第一个视频我们说了 一天为什么是24个小时 一小时为什么是60分钟 在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说一说 一星期为什么是七天时间 在所有的数字当中 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 在很多文化中 七也被认为是一个性命数字 甚至是一个神圣的数字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可以看见 很多东西都是和数字七相关 比如说在圣经当中 上帝是用了七天时间 创造了世间万物 在神的身边也是有七个帮手 被称为七个天使 而人类也是有七种恶念 被称为七宗罪 在佛教中也是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这里的浮屠就是佛塔的意思 在神话故事白雪公主当中 是有七个小矮人 而在西游记当中 也是提到了七一仙女 还有就是我玩的电子游戏 都是七出现的时候 才会出现大脚 所以从之前的例子 就可以看出来 人对数字七是情有独钟 而且这个数字 已经被深深地植入到了 我们的文化当中 在全世界是有着很多个 让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 但是我们也只是评出了 世界七大奇迹 不是六个 不是八个 也不是十个 而在时间的划分上 每一周也正好是有七天时间 但是使用数字七来作为 时间的划分单位 还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们是比较喜欢用 和身体相关的数字 作为计算的基础 比如说人是有五个手指 两只手就是十个 人的一只手除了拇指以外 是有十二个指关节 所以这几个数字 在生活中都是非常的常用 但是数字七和人的身体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能想到的 也就只有七翘流血 而且在数学上 七也是非常不方便 七很难能被其他数字整出 而其他数字也很难能被七整出 比如说一年365天 就不能被七整出 而一年是有12个月 好像和数字七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会用数字七 作为一周的时间呢 难道是因为在旧约中所提到的 上帝是用六天时间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用第七天来休息吗 但是古代的希伯来人 也并不是七天的创造者 那么圣经中的七天 又是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最早使用七天 作为时间划分的 是古代的巴比伦文明 而古巴比伦人 以七天作为周期的祭祀方法 也是进入到了 当时希伯来人 所写的圣经当中 然后也是随着宗教的发展 就将它慢慢带入到了 西方国家以及全世界 但是古巴比伦人 又为什么会使用 七天作为时间的划分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时间划分单位 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多多少少 都和天文现象有关系 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 而一年就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周的时间 一个月就大约是月亮围绕地球旋转一周的时间 而在英文中 每一个月的英文单词 也同样是来自于月亮这个词 而我们现在对于一周七天的划分 也同样跟天文现象有关系 但我们现在在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 看起来是这样 全都是灯光污染 看不到几颗星星 但是在古代巴比伦人夜晚的星空 看起来却是这样 当时的天文学家 通过对星空的观察 发现了一些规律 也就是几乎所有的星星 在天空中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当这些星星 随着地球自转划过天空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 也是保持固定不变 也正是因为如此 古代的人可以把天上的星星 划分为很多的星座 但在它们当中 有几颗星星却是完全的不一样 它们每天晚上 在天空中的位置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不断变化 而且在这几颗位置变动的星星之间 也没有任何的规律 所以在中文当中 就把这种在天空中位置 恒定不变的星星 称为恒星 而把在天空中 可以移动的星星 称为行星 因为它们和位置 固定不变的星星相比 看起来就像在行走一样 而这几颗星星 其实就是在太阳系内 用肉眼可以看见的行星 它们总共是有五个 分别是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还有土星 而如果我们再加上 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 那正好就是七个 我们现在是把它们 分成了太阳 月亮 还有行星 但是在古代人眼里 它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天空中 可以移动 但是为什么 在无数颗星星当中 绝大部分的位置 都是固定不变的 唯独只有这七颗 可以自由地移动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认为 这七颗行星就是神 而每一颗行星 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神灵 在俯瞰着人类 而且这七个神 也必须被人类所敬拜 当它们被一一敬拜以后 整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 而这也就诞生了 以七天为周期的时间划分 而现在一星期 每一天的名字 都是来自于这七个 可以在天空中行走的天体 在英文中 星期日是sunday 对应的就是太阳 英文是san 所以星期日 其实就是太阳之日 而星期一就是月亮之日 monday 所以星期一的英文是monday 就是从英文中 月亮这个词演变而来 星期二的英文是tuesday 它所定义的行星是火星Mars 星期三是wednesday 对应的行星是水星Mercury 星期四的英文是thursday 对应的行星是木星Jupiter 而星期五的英文是friday 它所代表的行星是金星Venus 最后一个是星期六saturday 而这个词是来自于土星Saturn 如果我们把周一到周日 七个名字都放在一起 就会发现 只有周六周日还有周一的名字 和所定义的天体的名字之间 是有相似性的 但还有四天的名字 和所定义的天体的名字之间 好像并没有什么联系 而这四天的名字 之所以无法和所对应的 行星的名字相对应 背后的主要原因 就是宗教的融合 在宗教从耶路撒冷 跨过地中海 传到欧洲的过程中 它并不是完全取代 和消灭当地的习俗和文化 而是和它们相互结合在了一起 当它们发现 本地的神和外来的神 有相似之处的时候 就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融合以后 对于同一个神 不同的文化 都是有着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火星 它的名字是来自于 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Mars 对应的古希腊神话中 神的名字就是Iris 而对应的北欧神话中 神的名字就是Tier 所以这也就是星期二 Tier's Day名字的来源 水星的名字 是来自于古罗马神话中 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 Mercury 在古希腊神话中 它的名字是叫Hermes 而在北欧神话中 它是叫Oden 也可以叫Oden 或者叫Wata 而星期三Wenstay 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演变而来 木星Jupiter代表的是 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 它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名字是Zoos 它的手中是握有雷霆 这也是它最厉害的武器 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它的名字是Saw 而它的武器是一个锤子 被称为雷神之锤 在好莱坞 也是拍了一个名字叫雷神的系列电影 而这个人物就是来自于北欧神话 所以星期四Thursday 使用的就是北欧神话中雷神的名字 金星是整个星空当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它是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 亮度排名第三的天体 正是一位金星在天空中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的名字也是来自于古罗马神话中 最漂亮的一个女神 Vinas 对应的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F-30 而在北欧神话中 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神 名字叫Freed 她是主要掌管婚姻和家庭 所以F-30星期五的名字 就是来自于这个女神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 一周七天每一天名字的来源 由于当时巴比伦文明 在中东非常的强盛 所以在周围很多的国家 都采用了一周七天的计时方式 而这一对后来的波斯文明 古希腊文明 以及罗马帝国都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周的长度 在不同的文化也是有不同的时间 有的是八天 还有的是十天 而对于一周七天的事情 比较重大的一次改变 是发生在公元321年 罗马帝国出现了 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但名字是Constantine 他当时就颁布了法令 将一周法定的时间定为七天 同时星期日是法定假日 而也是受到罗马帝国 还有基督教的影响 一周七天的计时方法 就被越来越多的文化所接受 但是尽管一周七天 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历史上 还是有很多人想对它做出改变 比如说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当时的法国人是想尽量 打破一切的旧制度 然后建立新的制度 这其中就包括 他们建立了新的日历 将一周七天改为了一周十天 这样的话 一个月就只有三个星期 他们也是想借此 来切割立法和宗教的关系 当时的日历 每一天都会对应一个宗教中的圣人 所以这种日历也被称为圣人历 而为了切割和宗教的关系 法国人也是编制了一套全新的日历 他们把日历中 每一天所对应的圣人的名字 全都替换为了包括植物 水果还有花草等类似的名字 不仅如此 他们还将一天的时间 也改成了十进制 将一天24个小时 改为一天10个小时 每一小时是有一百分钟 每一分钟是有一百秒 不过这种新的日历 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 在1802年就被废除了 再后来1929年 前苏联人也发明了一个新的日历 他们将一周七天改为了一周五天 每工作四天就休息一天 但是为了保持工厂能够不断地运转 工人就需要错开休息日期 所以在当时 每一个人的休息日期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跟每一个人都分配了一种颜色 这也就是他们每一周的休息日 这样就可以错开大家的休息时间 但这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家庭的团聚变得很困难 因为这种方法并不是很方便 所以后来在1931年 苏联又做了一次改变 这一次 他们将每周五天改成了每周六天 同时也将休息日改为固定的日期 也就是每隔六天的第六天 这种日历在苏联一直使用到了1940年 但他们觉得还不是很方便 所以还是改回了现在的一周七天 所以我们现在在日历上所看到的每周七天 竟然是来自于几千年以前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 而且这种奇怪的时间划分方法 竟然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他不但在几千年的文化融合中 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而且曾经想对他做出改变的人 也全都失败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日历上的每周 是有七天时间 关于时间的简史 我们就说完了 其实我自己在整理资料的共同中 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终于明白了 我在赌场玩的游戏机 在出现超级大奖的时候 为什么使用的是数字器 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有所收获 如果你没有看过第一个视频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最后 或者描述区域找到链接 在会员区 我会继续来说 寻找外星生命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关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